10月3日 有人有發現中共國謀短視頻平台 發布的徵婚視頻疑似販賣籃口 彩禮明碼標價 涉及的女性 不乏自立障礙 身體慘障等情況 該主播表示 他們是正規婚戒 有需求可以到米勒市 在他們的線下門店相親 都在15萬以上 最低的10個萬 我們這是一對一服務的 多了一個成功 我們也拿兩萬的服務 一個星期以內 明好正把老婆帶回 他們寫這個 智商不夠 打拔又殘障什麼的這些 這個他們家人給托付的 這個要父母感動 我們是正規的婚禁 所有的程序都是正規程序 必須見父母 我們這邊還有律師 我們弄的合同 這個情況我們會去落實 但是我建議最好不要相信 這種東西 我建議最好的 請按照 各位加油 請按照